国旅人潮大爆发 尤其是花东地区更是人潮满满满 众管处推出了暑假放心游花东的宣导影片 而其中我眼中的花东之美开始增见了 游客可以用手机或相机拍下眼中花东之美照片 入选的作品不仅可以开摄影展 众管处还准备了知名饭店住宿券 花东三天两夜免费游玩等抽奖活动 让大家游花东抽好 现在手机拍照功能强大 几乎和相机并驾齐驱 甚至因为手机还有上网的功能 也使得大家出游时都以手机来替代相机的拍照功能 而现在你来花东游玩拍下的照片 有可能会成为观光局花东重管处 我眼中的花东之美摄影展的展示作品之一 为了配合几两生卖旅游年的一个照片的一个 争选的部分 那有非常丰富的奖品 那参加的一个游客都有机会 来获得我们会公开做一个摄影展的一个展出 不仅如此 若贫选入选的作品 还有机会参加抽奖活动 抽折叠脚踏车 知名新级办店住宿券 限量偶熊充电器等等丰富的奖品 而幸运的话 还可以免费畅游体验花东山脉旅游三日游城 那以上的奖项我们都会公开在我们的网站 那游客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去连结 这一个网片甄选的一个网站 然后去将你的最美丽的花东中国的影像把它上传 那这个部分是只要入选的就有机会 疫情趋缓 闷坏了的大家 倾潮而出 花东地区暑期更是人潮满满满 玩光局花东众馆处办理 我眼中的花东之美游玩照片证件 从即日起到8月31号受箭截止 来花东游玩的游客民众 快来分享你眼中的花东之美 有机会把大奖带回家 记者时宇兰瑞瑞瑞采访报道